Lio聊四季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蒙古人對上不列顛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哈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蠻特殊的 是不列顛射程最遠的公兵國 對上蒙古這個馬攻射出最快的公兵國 因為算是陣地戰 vs 機動戰的公兵對決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好 那先來看一下這位紅色是蒙古 蒙古的話打獵速度非常快速 不管是吃犀牛啊豬 還有這個弱速度都是超級快的 所以他前期其實蠻適合打這個肉嘛 還有這個裝甲步兵 都是蠻適合他的一個開局 只要前期有肉類加成的話 打這個棒棒都有一定的效果在 再來就是蒙古人 還蠻適合打這個肉馬跟草原騎兵的一個路線的 雖然他是馬攻文明 但是他草原騎兵跟肉馬都有這個血量加成 雖然沒有三防但用起來是挺好用的 那我覺得蒙古後期還是比較需要靠這個大衝車 去直接都更 還有用這個馬攻 去做個搭配會比較好 但之前我們有個影片 就是蒙古內戰 一個是出一般的馬攻 跟蒙古突擊這個寶兵 那我們的實測結果 真的是蒙古突擊還是強上許多 一般的馬攻雖然也有這個攻速加成 但實際上用起來還是比這個寶兵差強人意一點點 所以真的要打馬攻路線的話 正義還是直接挖石頭 出這個蒙古突擊來打會比較好 那前期可以盡量用這個草原騎兵跟肉馬去騷擾 然後或是用這個毛兵防守就可以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不列顛 不列顛的話這邊吃氧速度很快 所以他其實也是很適合去打這個裝甲步兵的一個開局打法 但打赤猴 不好意思 但打赤猴的部分的話可能就要去思考一下 因為赤猴路線的話 對不列顛整體的路線來說是不太健康的 因為如果你先投資一堆工房在這個馬舊上 其實會拖到你一點經濟 所以我個人還是比較推薦去打這個裝甲步兵 或者是直接二棒棒騷擾加刺猴的打法 那如果你真的手術不行的話你就很簡單 直接一樣上到封建時代 直接下射箭場也可以 不用去強迫自己去打自己不熟悉的戰術 會比較好一點 那不列顛的話到城堡時代 這個弓兵的射程才會有優勢 所以他在前期封建時代要慢慢狗上去會比較好 一樣就是不要出太多弱單位 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才可以讓不列顛的優勢打出來 那後期不列顛比較適合打這個 殘紅兵加疾兵的路線 但是由於這個打法會比較缺這個機動性的單位 因為會變成真地戰這種感覺 會讓你很難去用這個 其他單位去燒農農田的 唉唷這隻一插一下就死了 很難用這個 吉兵腦或是殘紅兵腦去射到對方的村民 所以後期我還是蠻建議的 我去點這個青騎兵或騎士出來打 因為他這個騎士本身是有三防的 所以抗TC的傷害其實蠻好的 所以出這個肉馬去騷擾還是蠻可以用的 然後這個青騎兵 這個雖然沒有品種 雖然差了一點但是有三防 擋這個箭矢效果就會非常好 好那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兩方的一個地圖吧 目前看起來不列電地圖算是還不錯的 而且果子在後方挺舒服的 黃金上也算偏上後方的感覺 也沒有到非常正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圖對不列電來說是非常好的 至少有大概70分或60分至少有幾個 幾個原因是因為他的墓區是都在前方 而且有一塊離的比較遠一點下面 那後方則是完全沒有木頭 所以他外側如果木頭全部被控住的話 基本上就宣告死亡了 所以這個地圖沒有到非常好 但至少有幾個 幾個左右的分數 好接下來來看一下蒙古人 蒙古人的地圖看起來是金礦在後方 這個還算可以 這個只要稍微一下 基本上會是在裡面的區域 那果子去的話可能會有點危險一點 除非他這樣子圍過來 這樣子圍這樣子圍 然後後面這邊還要再拉一條 好這個地圖甚至是比不列電更爛了 他墓區只有3塊而已 而且都沒有在內側都是偏外側 那這個分數打起來應該只有50分吧 連幾個都沒有 我覺得偏爛了 但要防守來說也不是困難之處 就小微的話還是能微的 只是後面可能會有漏洞之類的 這邊再稍微微一下 直接微一個摸字型 這樣就是一個小微的形態 他可能都已經想好了 好 那這樣子圍的話 就會變成果子會很難守 所以才說他連幾個都沒有圓 就是這樣子 如果要真的小型防守的話 果子必定是圍不好的 那如果你要圍大的話 要投資太多資源 所以就是偏爛 他貼图就是偏爛 好接下來看一下蒙古這邊是 直接打工兵開啓 而不是要打赤 這個相當有趣 那蒙古的這個 赤猴的血量加成 記得是要到城堡時代才會有 充電時代好像沒有加成的樣子 如果有加成的話 好像就比這個 法蘭克還要強 然後這邊點一下了這個 馬舊 馬舊不下 這邊不列天要打落馬 哇 結果完全預測錯誤嗎 因為這場比賽我也是沒有看的 就是覺得這個組合蠻有趣的 就稍微試的撥一下 如果不適合的話就不會上傳 如果適合就上傳 所以我的其實拍影片的攻死 其實蠻長的 看就 大家看得開心 比較重要 就多多嘗試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影片 右邊 這邊 沒有圍好 這裡只有落進來 這裡也沒有打算要防 OK 直接拉走 看這個墓區就很尷尬 只有兩片可以安全的挖 前面這邊也沒有想要圍過去 所以就變成說他兩邊墓區很容易被控 但這邊小微的優勢是蠻大的 你看這邊打落馬 前去騷擾 哎唷 居然燒到一村 不錯 OK 結果是落馬開四隻出了四隻 那不列天這邊想法也是蠻直觀的 直接落馬騷擾 然後配上毛兵去打 那最近我的波蘭也是蠻常用這個工兵開局 然後後面才是轉落馬 然後最近的很多工兵鬼都是這樣子 前面打落馬 後面才轉攻 就是有點要讓對方沒法預判到自己想要出什麼兵 這樣其實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邊只抓到一村之後都在繞 這個防守看起來OK 那這邊也是稍微圍死 那這個是稍微防止地帶 圍得很複雜 好 那下方這邊墓區又再度被騷擾 當然這裡有毛兵應該可以輕易守住 那不列天這邊可以考慮投資這個一級射 當然由於他這邊已經出了四隻肉 如果這邊要早點上到城堡時代打出自己的優勢 可能這邊連一級射都不會點 好 這邊直接被射死兩隻 哇 這四隻工兵很賺啊 剛好是射到殘血的村民是不是 哇 這邊殘血村民有點多 好 那看起來不列天這一波有點傷 好 帶毛兵出來 帶對方的刺頭也過來 刺頭過來稍微反擊一下 好 還是點一級射了 好 有一級射的話 確實還是比較好打對方的工兵騷擾 畢竟這個毛兵的射程也是有限的 好 直接走出去 引掉一隻 好 完蛋啦 這邊牧區生活無法治理啊 好 這邊可能要再多灑一點點 對 大概灑到17片左右吧 15片啦 應該說15片左右就差不多了 15 16 我個人會灑到17左右 好 這邊差不多是灑了15片田 16 這邊四個人吃果 好 好 這邊直接稍微 被赤頭打爆 然後村民拿來開扁 槍兵這邊也帶風紅燒了 下方工兵又殺到一村 哇 很虧 不列天這邊 我覺得要投資一根箭塔會比較好 這根箭塔插下去 你找插嘛 對不對 可是倒都是要插的 不如早點插 這根箭塔的投資其實蠻划算的 可以守到木區又可以守到黃金 終於是黃金你要穩穩挖 才可以順利上到封建時代 不然一直被騷擾其實很痛苦的 好 那不列天這邊可以趕快開下4級 那這裡沒有打算要下嗎 弱獸我這邊會想要放個4級 好 稍微擋一下這個窄口 他在這裡忙著打架 對沒空 這邊要再丟一隻 可以 那對方工兵也直接換光 好 終於點下城堡石彈 不列天這邊 時代升級沒有非常落後 大概落後10秒而已 還能接受的範圍 好 一隻槍兵過來救一下毛兵 好 這邊要來轉騎士嗎 雙馬舊嗎 沒有 轉工兵了 雙射箭廠 還是要打出自己的文明優勢 工兵才是不列天的命脈 那蒙古這邊是選擇了 這個 應該是刺猴開 那個 馬舊開吧 應該待會再下一個馬舊吧 還是他沒有下 直接轉奴兵 奴兵我要刺猴開3TC開農 有沒有可能 這樣打的話他壓力會很大 好 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 好 薩瑪補一個試擊 哇他看起來真的是3TC要開農 在幫他出草原騎兵嗎 還是出騎士 稍微打一下這些毛兵 但現在出草原騎兵跟騎士 都有點難解這個槍兵喔 要稍微靠這個 戰毛兵擋下會比較好 對 蒙古這邊有可能會剩一下戰毛 然後配這個 草原騎兵或騎士 但真的是 跟我想的一樣 因為他沒有下馬舊的話 通常就是要來開3TC了 這個是比較直觀一點的 戰術分析 好 那這邊直接7隻公兵走進來 能殺到村民嗎 唉唷 殺到兩村嗎 看這隻殘血就能走掉了 一村而已啊 這邊公兵沒有直接往下走 那布列典由於插了一根劍塔的關係 所以上到城堡賽 沒辦法第一時間去蓋一下TC 那如果這種情況 通常會直接下大雪 然後轉彈道雪 喔 真的在轉 好 那蒙古這邊則是正常的 轉出了自己戰毛兵的升級 確實該這樣打 就我們就說吧 如果你要3TC開龍的話 戰毛兵 垃圾兵的部分 最好是粗一點 如果最好是騎士國 你3TC的話 最好是出個駱駝啊 或是出個槍兵喔 防守會比較好 然後再下個僧侶修道院 那如果對方是公兵國的話 一定要生這個戰毛兵喔 會比較好擋一下 不然這個對方這樣騷擾 真的是會生活法治理的 太難受了 這14隻公兵 高打低 打這個戰毛兵又痛 不用二反而沒有好 你看直接被射爆 哈哈哈哈 這邊補更多農田 這邊不想要斷村 但又要按毛兵 然後對方 不列碟就按了一個騎士 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單T 是打3TC喔 一定要把對方打到受傷 才有鑽頭 這邊其實 我要控下來比較好 好這邊 再等一下 要不要蓋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感覺不錯 不然待會這邊蓋一個也可以 通往這邊蓋個BK喔 對方那個 弓變手 就不太敢從這個這邊再走上來了 因為隨時都有可能會有頭子車走出來 然後派他一下就全倒 這就是工程器製造所 高地的壓力 好這邊雙面騷擾 反而出頭子車的是不列顛 強軍是開扁 好但這邊軍事也其實也沒出到太多 還能接受 工兵其實沒有一直按 那這邊轉出了3TC不列顛 而且不列顛的TC 木材消耗是非常便宜的 只要半價 你蓋兩個TC 只要別人的一個TC的木頭量 非常省 但石頭是一樣 好這邊工兵直接被打跑 好這邊稍微有出騎士跟赤頭來盪 但只拆掉了一台駝車 哇差點就能砸掉有點可惜喔 騎士再過來追一下 這就是沒有生女的尷尬之處 如果有生女的話 這個應該就可以解掉了 但沒有辦法 剛剛在轉TC的關係喔 所以一定要出騎士 因為騎士不用在木頭 因為他剛剛封建時代就出赤頭打 但是要下修道運的話需要更多木頭 好這邊戰毛兵終於能打回去 因為有二防了 二防的話就很好打 哇前置BK被擋住 拖頭過來 第一時間想要射 這邊也射掉了 這邊不列典打得還不錯 好這邊3TC開農 農田也開灑 木頭還是有點爆 所以不列典這邊木頭可以全部轉換成 自己要的肉類 會比較好一點 趕快上到地龍時代喔 前線蓋寶巨頭開拆 對他更好一點 好這邊開始轉出蒙古圖記喔 果然蒙古是打一個標準化的一個流程 戰TC開農 石頭開挖 然後前線用戰毛兵檔 然後下一點草原騎兵或騎士喔 然後最後再轉出蒙古圖記 蓋城堡防守 然後再用蒙古圖記轉手為攻 是最好的做法 那不列典的話這邊打法就要小心一點喔 不能讓對方的蒙古圖記給蓄起來 因為這個數量一蓄起來的話就沒救了 而且蒙古圖記打托子車喔 工程器製造所當然是非常快速的 看這個隨便射個幾下就爆掉了 好這三隻 繼續射 哇有彈到血 高打低有夠痛 好這邊應該會死一隻 好那不列典這邊點下帝龍時代 在家裡補下一棟城堡 好後面補下更多肉量 因為這邊要趕快追一下帝龍時代 這邊出了太多戰毛兵防守的關係喔 所以導致他這邊上帝龍時代偏晚 那為什麼不列典可以比較早上 是因為他攻兵出了多少透視車 這些單位都是不需要肉類的 所以上帝龍時代自然就會早了一些 那不列典這邊的話 要對付戰毛兵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升級中型透視車的研發 之後再轉出中頭去砸對方的蒙古突擊 或是戰毛都很好用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對方蒙古突擊打透視車會有外傷害的關係 所以還是需要一點cover的 不能出太多 會有點危險 不列典由於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可能還是要靠巨型透視機 去處理對方的火炮啊 或者是這個 蒙古沒有火炮 蒙古就是巨型透視機 還有衝車這樣子 所以後面戰藍科技 可能也要找個機會去點 但不列典地龍時代 鑰匙的東西太多了 通常這個銀罐 義勇騎兵這個單位 可以讓工兵的射程 再多加一點這個能力 也是到地龍時代才能點的 因為你封建城堡時代 點那個科技 耗費木材量太多 不如把那些木材 投資在肉類上 早點點上地龍時代 所以通常那個科技 都是地龍時代才會點的 所以待會不列典 應該還是會先慢慢轉出 自己的長工兵 然後打一個工兵優勢 慢慢做一個前壓 然後轉一個騎兵路線 會比較適合他現在的打法 但這樣會有一個很嚴重 嚴重不足這個機動性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不列典後期需要的考驗 這邊少量的毛兵加上工兵前壓 但是下方這邊還沒有注意到 自己的村民一直被射射 被殺了非常多村民 不列典這邊損失有點慘重 雖然3級射好 就用3研發好 但上下兩邊都一直有兵在騷擾 非常的煩人 這邊均勻投資金牌已經好了 這邊趕快收村 反擊一下 哇兩隻殘血跑掉 普列典下方的戰狼兵 直接走到了蒙古的下方 均勻投資金生產出來之後 點下化學 應該好還是繼續慘 那這個TC快爆 我覺得城堡可以考慮蓋在前方的位置 在蓋家裡算也是可以考慮 本來是想說蓋這裡 但覺得這裡不是很好 不然就是直接蓋這個 把這個市集低調 然後把城堡蓋這個位置 可以稍微守到石頭跟黃金喔 兩塊金礦其實蠻賺的 好那這邊直接走到農田區 中間的村民無法種田 肉類稍微被抵擋了一下 這邊開始轉一些青騎兵 或草原騎兵來擋都很適合 但這邊是選擇打這個青騎兵 好 魔鬼圖記繼續過來騷擾 好現在由於農田剛剛一直被打的關係 現在非常偏缺肉 這個農田一直被收村 所以沒辦法專心的種田 好這邊工兵也是一直在繞 好那一坨兵是想要讓對手趕快回家防守 結果對手蒙古完全不想鳥 在等這個二防好 才要上 但是還沒有升好大陸馬 血量只有98滴 兩隻的話可能沒有辦法擋住喔 果然兩隻很困欸 快點再下水餃這個 好 那又補來一隻 好 好 破裂點三台巨型頭巨型已經生產好 這邊要出到第四頭了 四巨頭打高地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後防蒙古圖記三隻 這邊 哇這個有幾隻 六隻蒙古圖記 哇這個又在射射 好舒服 哇你看又射這麼多隻 攻速超快 這就是蒙古圖記 OP 好 好 那現在前線城堡爆了 這邊要來直接奪取高地 但這邊沒有戰狼兵防守 而且對方高地還有蒙古圖記 這邊村民能夠往前嗎 好但是後方的單位已經吸引住了蒙古的注意力 所以前方並沒有發現他要來應蓋城堡 這邊直接拿村民扁死了是不是 突然倒了 好 後方這邊補下了一個BK 前線再拉了一些蒙古圖記想要來防守 但現在有戰狼兵過來 而且是高地 蒙古圖記可能沒有辦法 好這邊還是要選擇撤退 好這邊有高地不列電的優勢就會非常好 直接繼續前壓打針地戰 四巨頭出來 好然後再轉出長攻兵 完美 好這邊果然還是要開個TC 不然沒有城堡 好蒙古的經濟優勢 不是啊 機動性優勢 就慢慢打出來了 到處蒙古圖記跑跑去 很騷擾的 好到後面戰狼兵 直接又攔截到了一波 小虎A嗎 但是現在戰毛兵還沒有三防 好但這邊感覺有點危險喔蒙古 蒙古 蒙古這邊再沒有進在單位的話 很難拆到這間距離投司機喔 不然就只能用這個大重車了 蒙古這邊直接轉肉馬是最好的選擇 最近肉馬還有血量加成 不出白不出 大肉馬出完之後血量好像會破百 好 CP值賊高 118滴 硬到爆 好但後面這邊是雙城堡傷害 但是後面聰明瘋狂修 距離投司機血量 一直被冥土追魂 好這邊趕快再繼續修 聰明再繼續按 哇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再修回來 哇尷尬這些肉馬要全部送光 好肉馬完蛋了 其實這種情況下出這個衝車會比較好 衝車先不要拿來頂城堡 去頂巨型頭石經會比較好 但這邊蒙古錯時良機阿 這個衝車應該是沒救了 這邊再來收村 然後把村民放出來 繼續拿懸套扁這個衝車 尷尬了 衝車雖然有在照 但是卻沒有第一時間去打掉巨型頭石 那就意味著蒙古正面會越來越危險 而且家裡的蒙古圖機全部被守住了 騷擾也被 不列顛 完美守住 這邊不列顛還要再出這個長弓兵 長弓兵這邊資源有點不太夠 所以沒辦法升到精銳 有一點微妙 我覺得蒙古現在不太好打 現在自家農田也不太好 經濟一團亂 你看這邊農田都沒在 繼續灑 也沒有全部把農田佔好佔滿 所以現在落量有點飆不太起來 這個衝車升級也很難升 他還沒有升到輕衝耶 點300肉都按不下去 太窮了 這邊乾脆不要按輕衝 直接去按金冠 演習 直接演起來 然後加速這個衝車 裝甲衝車移動速度 然後直接開頂 把這三台巨頭頂掉之後 不列顛的工程速度就會降低很多了 當然不列顛這邊轉出了三甲坊 而且手推車 輕騎兵升級 這樣就不錯了 輕騎兵的話這樣就有機動性了 好 那蒙古依舊是打個雙線 騷擾配上正面 好這次正面穿響通了 要來印度 巨型頭C 但是不列顛有少量落馬 落馬打 專打衝車騎傷還不錯 雖然還是用騎士尉更好一點 但比級兵來說 這個已經夠用了 應該可以頂到兩台 在第三台有機會嗎 右邊的衝車繼續靠近 一下 來不及 哎呀 好但是頂掉三台其實很OK了 這個交換並不太虧 好這邊想要用大落馬直接硬拆 但落馬的攻擊力沒有深好 所以傷痕並不是非常好看 直接 他意識到了 才剛講完你攻擊力沒點就點了 好 蒙古這邊就被壓在黃金礦去 後面這邊其實再繼續防守 也是很困難 這個石頭待會就要沒有了 像石頭是歸零的狀態 正面又有大落馬繼續騷擾 不列顛這邊打得非常好 正面戰地戰 沒有出過多的這個級兵 也沒有出級兵防守 直接出落馬打 但不列顛輕騎兵打的話 就要有個注意喔 因為對方落馬一定是可以打贏的輕騎兵的 所以如果正面交戰的話 不太適合出輕騎兵打 但輕騎兵拿去騷擾就OK了 但是如果對面經濟很好情況下 不列顛還是要轉級兵出來擋 才能擋得住對面的落馬爆 不然這個數量抑壓上來 常攻兵也是擋不住的 畢竟不列顛沒有拇指環 射速夠慢 是很難射得贏 對方的這個輕騎兵的騷擾 好 但這邊不列顛現在有輕騎兵的優勢 所以一直可以用這個落馬到處打 好 這邊直接不打村民 反而是要去來守住正面了 好 想要來先把這個衝車給解掉 不然這個巨頭又有點危險 好 果然對面大落馬直接硬爆 常攻兵開始要慢慢後撤 好 但正面落馬還是些些傷害 不列顛三防還沒有好 精銳常攻兵現在才點下 雖然傷害有點不太夠 但最後還是守住了自己的巨型頭司機 好 那正面看起來蒙古有點微妙 這邊沒有先點 喔 有嗎 有有點有點 OK 點掉了 OK 這台衝車吸了非常多的常攻兵的傷害 哇 這邊蒙古這波其實打得還不錯 但就是可惜了一點 沒有要趕快把這個攻擊力升上去 要是剛剛那一坨落馬有三攻的話 可能局勢就完全改變了 因為剛剛的落馬數量夠多 可能連這坨常攻兵都被逼到城堡裡面 是有可能的 那不列顛現在思維蠻簡單的 就是如果他這個落馬爆 數量太多 直接把這個常攻兵 堵在城堡裡 反正這是連環寶 他打哪個城堡就會收到哪個城堡去 讓這個常攻兵的數量分擔一下 租進一下城堡裡面可以增加這個傷害 然後如果他不敢來的話 常攻兵就繼續推 不列顛的巨型頭巨型繼續打 然後落馬清奇兵到處砍對方村民 這個戰術打蒙古其實並不是很適合 因為對方的機動性也很好 但由於蒙古剛剛已經被打到經濟有點差了 所以這個戰術是成立的 經濟不太好的蒙古 正面再來打一波 你看這個經濟不好 還有機會可以反推回去 好沖車這次能頂掉了嗎 好頂掉台 好直接射掉 哇不列顏人再度損失了 所有的巨型頭巨 這棟城堡還是在高地屹立不搖 但是已經沒有石頭了 那如果這邊繼續在攻擊的話 很有可能會直接拆掉 那對方需要買石頭出啊 殘居修城堡 好家裡一直蒙古圖記在騷擾 一直想要鬧 那我覺得家裡就補一些鎮毛兵來擋 就可以了 鎮毛兵留在出來的時候 好當然正面也沒有要放過的意思 好不列顛 用馬到處竄 好正面長弓兵 那要怎麼打呢 我想一下 這裡蒙古 待會等等斷金 沒有這個肉馬 只能用肉馬去打 只能轉垃圾兵打吧 沒有礦金兵跟衝車會很難受 怎麼看鬥絕蒙古好像量掉了 這坨長弓兵很煩 所以已經升到精銳了 血量是40滴血 攻擊力7加4 11攻 好長弓射程非常遠 哇 欸應勇騎兵還沒有點 6加5 11射程 點完之後是12射程才對 好這邊肉馬再繼續跑來跑去 好這邊肉馬再繼續跑來跑去 好長弓射射 衝車第二次嘗試圖尾 OK長弓利用自己的優勢 把對射方逼出城堡外射程 但是大肉馬正面居然打出 因為後面是雙城堡射擊 把對方的肉馬全部射光了 正面清騎兵直接驗人回去 好中午點下金罐 戰狼號 戰狼號點下之後 軍人投資金就有爆炸傷害 連打對方魔物突擊都有外傷害 這個傷害不錯 不是外傷害 就是這個範圍傷害 好這邊軍人投資金架起來 先猜的是城堡 很大了不列電這一把 看來是十拿九穩了 猛武槍才點二級農 打到了一個小時之後 才發現自己經濟不好的元凶 就是自己沒有點個經濟科技 因為你燒打肉馬 但是肉馬的農田數卻不夠多 所以這個馬沒辦法一直爆 然後三弓也沒點下去 肉馬的出的價值 又被降低了一些些 後期點這個三弓三防真的很重要 這個忘記點真的蠻傷的 你看現在清騎兵有三弓 打這個蟲車多快啊 直接炸裂 哇這邊直接全面被 潰敗 這個城堡也直接倒了 沒有城堡防守 現在猛武圖技只能用洛森擋長弓箭矢 好 那伯列典還是轉出了疾兵 畢竟大洛馬有三弓的話也是很難受 但是還沒有三弓 還是可以拆到一台巨型投司機 伯列典長弓直接被蒙古土機 互射 稍微少掉了一些長弓 但還能接受 還有12隻左右的長弓兵 好這邊蒙古打出了GG 哇洛馬出了182隻 卻打不贏出了110隻的 輕騎兵的不列顛 你看這血量只有60滴啊 然後人家的洛馬是180滴 兩倍血量 正常來說一定是蒙古打得贏 但是 這個蒙古就是經濟不好 然後 三弓也沒點下 也沒有好好濃起來 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燒老的話蒙古確實一直做的都是不錯 這邊還想要來一個小小分推 但是 這裡沒有太大效果 因為 數量上這邊 不列顛就已經快要打贏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 投資更多的單位在這邊 但如果沒有辦法 把這邊獨掉佔下來的話 這個黃金沒有搶過來 基本上也是兩兩 而且人家不列顛已經挖爆他的黃金了 這邊黃金是挖得爽爽 黃金已經標3000多了 基本上 直接轉出重裝騎士 跟對方硬打也沒什麼太多 沒有太大問題 經濟實在太舒服了 來看一下這個狀況 那這邊是由不列顛 拿下黃金的優勢 但 食物量跟蒙古是差不多 木頭是稍微輸一點點的 黃金有贏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雖然蒙古剛剛一開始有空圖優勢 撿到了三個生物 但是打到後期 不列顛 這個科技全開了 基本上能開的都開一開了 但這個義勇齊比沒有開 不知道是什麼 但至少最關鍵的三攻有點下 直接點完之後 肉碼就可以打贏對方了 大肉碼 對方肉碼沒有三攻 真的是蠻傷的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拜拜